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霍英强 上周末在劳动假期前接近凌晨时分11点42分 中国新疆和田机场出现了特殊情况 工事人员接收了指令 问南方航空刚刚离开袖口开始滑行 准备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CZ6820 能不能够回来? 原因是一个7岁的小女客 因为手臂被拖拉机搞断 需要紧急全网乌鲁木齐进行接鼻手术 当地医生说手术需要在6小时内完成 否则细胞坏死就无法治疗 南航和和田机场经过商讨后 立即下达了滑梅浪桥接收旅客的决定 全力帮助小旅客 一行机上的医生也愿意坐在小朋友旁边 全程照顾他 踏入劳动节的零时09分 航班起飞 1点36分 航班顺利在乌鲁木齐降落 受伤的小朋友第一时间送到医院进行手术 而结果幸好手术也非常成功 由之前那晚11点42分到零时再度滑行的时候 其实当中只是用了18分钟时间 撇开这个以人命健康为上的决定之外 各方面的通议合作 令到航、机航班几乎没有受任何影响 促证大家都是行动迅速 而所有事件中的参与者 无论是努力安排的工作人员 还是安然等候的同机旅客 都足以令人敬佩 有个网友在新闻评论上写了一张标题 震惊!中国新疆强行要航机回狼桥 在感动的同时 我们亦不忘反封西方的传媒 我这件令人感动的事件亦增添了一些乐趣 我是霍顺强 多谢大家收听星电视快评 拜拜